大家好,清明前后是最适应栽种一些锅果蔬菜 那么我就购买了一些像这种樱头萝卜 这种萝卜我们要如何预蒙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先准备好一些培育土 像我这些所用的培育土就是这种专业植物 培育土有核沙的话最好就是给它加入一点核沙 因为萝卜是最喜欢沙羊土 我们给它加入一点核沙才能让它的根势长得更加好 还有就是准备一次性的杯子 育苗之前先把这个种子给它浸泡过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使用的这个土壤一定要给它弄湿润 湿润的土壤才有利于它长出新根长出小芽更加快 接下来就是直接给它上土壤 把这个种子撒进去 其实这种育苗方法非常简单 一看就懂 在阳台栽种的话也是非常简单 存活力有非常高 剥完种之后就可以给它上一层薄薄的土壤 保持土壤里面的湿润度 这样才能促使它发芽的更加快 像我这些的话我就给它使用了这些 这种据食既保水沥水 直接把它撒到盆土表面 这样就不需要给它铺一层薄膜袋了 我们给它播种的时候最好就是选择在中午的时候气温暖和 播种的时间最好就是选择在中午的时候气温比较暖和给它播种 播完种之后就是保持温度 白天的温度最小要25度之间 晚上的温度不能低于7到9度 接下来就是把它放在光照充足的环境养护 等到它发芽之后就给它充足的光照 这样就依据产生土壤 让这个小苗长得更加粗壮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